说到汽车尾翼我们一定不会陌生 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高端超跑上看到 在参加竞赛的赛车上 夸张而复杂的汽车尾翼更是标配 汽车尾翼最早出现在赛车上 在F1赛车上被运用到了极致 我们平常看到很多家用车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涂装贴纸 甚至是加成尾翼 那么尾翼到底有什么用呢 对家用车有没有用呢 其实汽车尾翼的设计原理 和飞机机翼的设计原理相似 机翼上部突出下部扁平 当空气流过时 机翼上部的流速大于下部的流速 上部的空气密度小于下部的空气密度 这时候便能提供飞机所需的省力 若要提供下压力 很简单 把飞机机翼倒置就可以了 汽车的侧面轮廓和飞机机翼抛面图非常相似 都是上图下屏的造型 汽车在高速行驶时 收到一种向上的升力 升力是飞行的基本要素 但就陆地行驶而言 升力却是不利因素 因为车轮要紧贴路面 方能产生抓地力 抓地力越强 汽车的操纵性律越好 在汽车比赛中 汽车的速度往往会非常快 这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抓地力 汽车很容易失控 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给汽车加上合适的尾翼 使空气阻力形成一个向下的压力 尽量抵消省力 就能够有效地控制气流下压力 使风阻系数相应减小 增加汽车的高速行驶稳定性 由于尾翼能降低汽车的空气阻力 因此高速汽车和加装尾翼 对于节省燃油也有一定的帮助 同时也使汽车的外形更加美观 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 既然尾翼有那么多实际的用途 那么我们大多数家用车设计出来的 为什么没有尾翼呢 一方面因为家用车的速度根本不够快 下压力几乎没有作用 尾翼的加装反而会加大风阻和重量 白白的浪费了油耗 自己胡乱改装 可能还会引起车辆本身的问题 百害而无一利 另一方面以大众审美来看 普通家用车加成尾翼 并没有编得很拉风 反而会觉得更丑 所以家用车 还是保持车原原本本的样子 就是最好的了